Medival Book History and Eric Crackle Discovers and Catalogs 发文明-Y-E-A-R-O-L-D-D-O-O-D-L-E-S 中世纪学校男孩在道德教科书中的读聊图案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世纪古迹史学家 Eric Crackle在他的中世纪抄写原笔测验研究中 翻遍了荷兰莱顿大学的古迹与手稿 中世纪抄写原所谓的笔测验 即是用额毛笔图画画一些素描 涂鸦与线条 来测验额毛笔的质量 这些涂鸦包括一些笑脸、直线、曲线或是几何图形 涂鸦通常都存在书本背面的空白页中 Quackle还说 从古迹史学家的角度来看 笔测验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抄写原通常会使用自己原生的笔记来涂涂写写 当抄写原来到一个新的抄写环境 另一个国家或是宗教地区抄写重要书记时 他们会改变自己的笔记风格来适应要求 然而这些涂鸦完全是他们原生的笔记风格 这样一来就能留下关于抄写原的一些信息 换种方式来讲 这些涂鸦就像是他们的印记与签名 一点点关于那些默默无闻 无法在他们的工作中留下痕迹的抄写原的线索 因为在当时任何夹带撕获的素描 与抄写原的信使手字母都不允许出现在手抄本中 Quackle多数的发现都是标准的笔测验 然而在这些13、14世纪古籍中 还有一些关于人类永恒话题的图案 比如说爱情、道德与宗教 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却是无聊 看起来在那书籍稀缺的年代阅读哲学 法学书籍依旧会让人无聊致死 其中一些涂鸦发生在书籍出版后的好几百年 看来无论何方圣神都抵挡不住无聊的侵袭 十三世纪的图书 十四或十五世纪的图案 发生在十三世纪法律手稿上的图案 有着尖尖鼻子的学生 莱顿大学图书馆 和兰莱顿大学 十四世纪的图案 中世纪抄写原笔测验后的作品 来自牛津大学图书馆 十五世纪 对我们来说很开心的是 快狗将这些历史涂鸦发布到了他的 Twitter Tumblr和他最新的博客网站 Medieval Books上 他对这些涂鸦的热情 已经燃起了两家学术出版社 和美国公共广播电台关注